有着像机场一样方便新颖的平面手扶梯 但是这里不是机场的免税商店街 而是七毒火车站里面的商店街 不是上下班尖峰时间 在这里逛街买东西喝杯咖啡 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因为人潮不多相当宁静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不管是咖啡店的老板 或是隔壁手机笔电平板店的老板 反而都希望一般日以及假日 都可以想办法举办不同活动 或是引进著名品牌店 带动更多人潮进来消费 和台北车站地下街一样人来人往 我希望可以多一点文创气息 不管是咖啡文创的手作东西 还有在地的文化的东西 或是在地的美食 这些都可以帮助这里 不管是我们现在追求的精品咖啡 像我现在做的自家烘焙的咖啡 也是在刺激观光 那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做饮食的 那因为人一天都要吃三餐 那其实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多的 不同种类的餐饮进来的话 我相信可以吸引一些车站附近 周遭然后七土地区的人民 居民可以进来这边 就是逛逛车站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邀请几位民间好友 以及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 胜出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轻松走访商店街的特色咖啡店 悠闲喝着咖啡 搭配享用店家手工制作 精致好吃的费南学抹茶饼干 以及巴斯克蛋糕等等 也开心的一起秀出咖啡店 自行绘制的首绘文创咖啡盘 除了恭喜张炳君通过初选 也聊天及时广益 寻找出繁荣台铁七土火车站 商店街的可能 我们七土的这个铁道公园 整个串联这个七土火车站 火车站的商店街 包括这个我们就是对面的 这个男性市场的这个传统市场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 我们这个地利的一个关系 能够带入这个人流 带到这个七土 我想我们七土应该是 他未来的前景是非常的好 那就看市府他怎么去用心的去观察 那七土其实他有很多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车站 铁道等等 他都是很可以吸引到外来游客 来到我们基隆这边 来观光来消费 那未来如何说 把这些当地的特色 包含我们的男性市场 很多的一些的当地的市民朋友 在那边买菜来这边闲逛 甚至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商店的 一些的包含我们像吴教练 他们的这些咖啡厅 做一个整体的结合 来带动我们七土市场 七土整个的观光 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点 店家指出安全考量 店铺里面不能使用明火烹煮 杨秀玉和张炳君都认为 七土火车站商店街干净新颖 两头的出入口空间大 进入后疫情经济复苏期 基隆市政府应该和台铁协调 互相合作 想出带入以及留住人潮 在这里消费的各种方法 更有效提升商店街的经济效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